是否有種個原因 感化掌愛天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絕陣時裝伸展台第14季那些人去哪了 這季根本是黑歷史 我記得當時在看某一季的時候就有人說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實力算爛的話 你應該去看看第14季 結果哇靠真的沒有讓我失望啊 14季真的好慘 能打的選手屈指可數 在這季你能看到各種誇張的裁縫 甚至有些都不能叫裁縫了 就是打個結就上場比賽 其實隨便的程度簡直讓我嘆為觀止 不過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們是真的縫刃功力差了一點 這季有個選手做了一件很像是上一季Kini做的雨傘衣 兩者放在一起相比高下力判 但與設計師的隨心所欲成反比的是本季的業配 之前戲稱這節目叫做決戰業配伸展台 那也只是戲稱 但這季是真的扎扎實實的全是業配 有時候還一級業配兩種商品 印鈔的功力不容小規 甚至還有免費入住100次飯店這種樂透獎項 有一場比賽在賽中突然要求選手設計一件有logo的T恤 但這件衣服不納入評分標準 明顯就是為了業配而業配 再加上這季選手做似半桶水的態度 每個logo都隨便的要命 雖然這季的選手做不出好看的衣服 但顏值倒是非常的高 本季有一名少女名為Lindsay 簡直就是漫畫裡面走出來的精靈少女 不過不曉得是選手表現都太恍神的關係還是怎樣 Tim這季超級嚴格 只要一進裁縫間每個人皮都繃得超級 而且可能是因為上一季拯救權用得太瞎的原因 這季的拯救權Tim用得非常保守 不過至少是就起了一個讓我覺得沒什麼爭議的選手 那因為這季設計跟Drama都很普通 能不能寫兩集咱們視情況而定 好的第一位Swap Neo 中文翻譯為 SWAP尼爾 藏的不可思議我們叫他Swap就好 不過插播一個題外話 我在寫文案的時候上維基百科看到的名字 不是他賽中用了Swap Neo 而是叫Sysha 至於原因為何最後會揭曉 這是一位眼睛很漂亮的印度選手 而通常印度選手的家庭都非常保守 Swap也不例外 老爸非常不贊同Swap做設計師 但發現根本管不住兒子 只能放手讓他飛 因為在印度女性不能穿著太暴露 所以Swap在印度學了三年後 就跑到義大利去讀研究所 海選的時候我就對他的設計很感興趣 他的設計走一個復古風格 但卻又很新潮 而且巧妙的使用了許多配件 也毫無懸念的獲得三個評審的YES進入了正賽 但是海選被評審大力稱讚 正賽卻慘不忍睹的選手 在決戰時裝伸展台可以說是屢見不� 偏偏 這位Swap也是一樣的情況 是典型從天界跌入地獄的選手 而且第一集就發生了一件讓人傻眼的事情 那就是Swap沒有帶自己的工具箱來比賽 更扯的是 除了Swap以外還有兩個也沒帶工具 也就是說這季一共有三個人 兩手空空的來比賽 我說Tim會抓狂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群人根本就是來遠足的阿 但有一說一 Swap前期的表現非常之好 雖然都沒有拿下冠軍 但他卻曾經連續好取了無償比賽的前三 做出來的設計也都非常的特立獨行 而且浮誇有著很高的比賽 而且在很多的小細節都讓你眼睛為之一亮 也有不少選手將Swap當作頭號勁敵 而真正開始讓Swap走下神壇的比賽 要從本季的第八集比賽開始 本場比賽是一場特殊物品挑戰賽 選手要用老舊的電器材料做設計 這場比賽我原本很看好Swap 他的上衣非常的有戲劇張力 跟其他選手比起來有特色的不少 然而他卻沒有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 在這場比賽中他有意無意的透露出了 他其實沒有用百分百的實力在比賽 只出力了60到80% 他不求冠軍只求晉級 因此他只做他比較熟悉的設計 劍軸偏鋒的設計一律不碰 也不能說這種想法錯誤 我甚至覺得這是打比賽最可行的計畫 就是防禦力點滿扛傷扛到底的路線 但要是我的話絕對不會說出來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卯足全力在比賽 阿你放水是個啥意思 還連那五次前三四不是瞧不起大家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嗎 而後製也很給Swap面子 從他說完以後拼命的曬他抽煙的畫面 這也是他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Swap的煙影真的很重 光是這場比賽鏡頭有拍到的就兩次了 這還只是一天賽 而這場比賽也是Swap的首次墊底 因為他的上衣雖爛做得很喜歡 但裙子看得出來是隨便做的 關於這點Swap給出的解釋是 他花了太多時間在做上衣 因此沒有多餘的心力在裙子上面 評審卻絲毫不買單 覺得Swap根本沒有在認真比賽 而且他犯了一個特殊物品挑戰賽的大禁 那就是裙子全部都是用正常布料做的 順帶一提 這季不久前的特殊物品挑戰賽 才剛發生過其中一名選手 因為布料用太多被淘汰的事件 所以Swap不但沒有從中記取教訓 還試圖踩評審底線 這是個虎口拔毛的危險舉動 一直以來天之嬌子的Swap也總算是意識到自己抽煙的問題 因此在下一場比賽中大幅減少了抽煙的次數 Tim也覺得Swap明明是個很有才華的選手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選擇保留實力 不過改得了一時卻改不了一時 接下來這場比賽也是我看過Tim最火大的時刻 本場比賽很有趣 模特兒是絕戰時裝伸展台的工作人員 選手們要幫朝夕相處的劇組人員們 來個驚天大改造 跟Swap組隊的是一個名為Jennifer的製片協調人 話說我蠻好奇這工作是在幹嘛的 這兩人一開始就找不太到共識 Jennifer想做一件休閒日夜裝 但Swap覺得他應該展現出自己性感的一面 最後Jennifer選擇讓步 讓Swap做自己想做的設計 結果從MOOD買完布料以後 Swap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開始不斷的分心奄隱一直犯 其他選手也看不下去了 紛紛表示Swap明明是個天才 但為什麼他就是沒辦法好好專心的工作 感覺他就沒有很想留在比賽中 當Tim來訪查的時候也正式引爆了這顆炸彈 因為Swap的完成度非常的低 Jennifer看到以後也絲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 對於這樣的低完成度 Swap給出的解釋是皮革不太好處理 因此我花了很多時間 可是你背面就只是打個結而已啊 花不到30秒吧 這場比賽是兩天賽 昨天整整一天 再加上今天三個小時 你的成品就只有這樣嗎 而且最讓Tim生氣的是 Swap是Tim最後來訪查的選手 因此他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時間 卻連試穿都沒有辦法試穿 Tim氣到連聲音都在發抖 其他選手也是頭一次看到好好先生這麼火大 紛紛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在Tim離開以後 Swap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了Jennifer 說是兩人的風格不符 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於是Swap大刀闊斧地 將整件設計通通砍掉重作 但第二套設計也被Jennifer打槍 於是剩下三個小時 Swap只能想辦法再擠出一件新的設計 接著 Swap跟其他選手洞湊西湊 總算是伸出一件水藍小飛俠 但這件被評審噴得超慘 確實 Swap每次的設計都會有一兩個浮誇的設計點 但這件就只是斗篷加上皺褶 回到後台後 Swap靠在其他選手肩膀上開始報稅 雖然Swap卯足全力 但評審在近距離觀察以後 我只能說真的涼透透 涼了 為什麼他要在背後做一個斗篷 因為他後面根本沒有縫起來 只是隨便打了個結就上場 所有評審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的天太糟糕了吧 也太不上心了吧 Nina給的評語是 Swap做的這些交叉跟斗篷 只是為了轉移評審的注意力 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失誤 最後也毫無懸念的慘遭淘汰 本季排名第六 而在淘汰時 Swap也沒有跟Tim握手跟擁抱 就這麼默默地離開賽場 Swap真的是輸給了自己 他的才華是本季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不只選手 就連Tim跟評審 都不只一次稱讚Swap 是個非常有才華的設計師 但無奈 賽中就是各種不積極向上 神仙都救不了你 至於Swap會改名的原因 在阿萱找了資料後 或許這就是真正的原因 因為Swap變性了 現在是一名女性 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改名叫Sysha Swap後來進軍寶萊塢幫印度明星製作服裝 並以自己改名後的名字 成立了同名品牌 他在今年有發表一篇文章名為 不再是男同性戀 而是成為變性人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去看那篇文章 內容其實蠻沉重的 好的 下一位可愛香菇頭 Han Miao 他的英文名字就叫Han Miao 是一個長得很像山里亮泰的四川妹子 也是全聚身高最迷你的選手 目測可能只有150 他的戲份雖然不多 但卻讓我蠻有印象的 就是你會覺得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人 處理事情的方式這麼神奇 我們直接進重點 本次比賽是在第四集的團隊賽 順帶一提我覺得 這季會比較沒爆點的原因之一 就是團隊賽太少了 整季只有兩次團賽 要做出一套日夜套裝 也就是可以因應不同場合都能穿的設計 Han Miao這次跟到的隊友 是這位胡子的老哥 名為Edmond 話說這個人蠻傳奇的 從第一季就開始參加海選 直到14季才選上 最後也打出了不錯的成績 算是十年魔衣劍的代表 胡子小哥打得積極 但Han Miao卻是從頭到尾選擇沉默 於是Edmond只能被迫主動出擊 但是說什麼又都被Han Miao打槍 而Han Miao又完全給不出什麼實質上的建議 典型的只會靠杯 但不會凱瑞的隊友 也因為Han Miao故於消極 加上他做出了叫Edmond閉嘴的這種舉動 胡子哥選擇雙手一攤 算了我們各做各的 你做上半身我做下半身 運氣好的話可能還搭得起來 其實一開始Edmond提出的想法是做一套泳衣 但是被Han Miao打槍 其理由是這不是他的設計風格 不過這個想法Tim倒是蠻喜歡的 於是乎又把最初的設計給搬出來用 但這次的分工我就完全看不懂了 Edmond負責做裙子 Han Miao則主動請因說要負責泳裝 但問題是他沒有做過泳裝 Edmond雖然知道Han Miao毫無經驗 卻也沒有反對這個分工 反倒是Edmond很積極的想叫Han Miao怎麼做泳裝 卻被Han Miao一口回絕 到這裡Edmond也算是半放棄了 而且很明顯Han Miao根本沒有辦法應付他的工作 後來Han Miao崩潰到直接把假人放倒 然後壓在他身上縫衣服 瞬間還以為在演音失落 而我們的Edmond也知道事情大條了 首先Han Miao沒法溝通 再來是這件上場的話 Han Miao一定會被淘汰 因為Edmond這場是有豁免權的 於是乎在比賽的最後一個小時 Edmond死命的做出了一件新的泳裝 然而本集最讓人傻眼的螢幕出現了 Han Miao發現Edmond再重新做一套泳裝 於是乎為了不被Edmond發現 Han Miao把Model拉到廁所去試裝 而且更扯的是 Han Miao為了讓自己的作品上台 直接把泳裝縫在模特兒身上 等於是現在也不能穿脫了 大姐人家在救你啊你在鬧啊 Edmond這次徹底束手無策 最後Han Miao也毫無懸念的被淘汰 說實在話 Han Miao這場比賽的每一個決定 我都不能理解其背後的邏輯 他真的是一步步把自己玩死的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 Edmond這場比賽其實是有豁免權的 也就是說 就算Edmond直接報稅一整天 他也不會被淘汰 但Edmond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消極的態度 而是很積極的想跟寒秒溝通 好你說雙方風格不同一 這個很常見我沒什麼意見 但你不給意見還總是叫隊友閉嘴是怎樣 是你們會心電感應 還是設計圖會突然蹦出來 好最後設計總算是塵埃落定 舉手搶達做泳裝 大姐你們的時間已經比別人少了 你還偏要挑一個自己從來沒做過的東西 明明可以選裙子 然後把泳裝給Edmond做 這樣不是很好嗎 種種錯誤的連環報 也就註定了寒秒這場比賽的淘汰 劇本還是自己親筆寫的 真是拿你沒辦法 其實寒秒曾經當過小C的實習生 同時也是他第一份實裝設計工作 曾經參加過中國的 創意星空實裝設計大賽第四季 並獲得第六名 今年六月與丈夫完成終身大事 可喜可賀 曾經來台灣旅遊過 而且在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體驗台灣美食 錢櫃真的是永遠讓我猜不透欸 好的下一位Ashley 一位鍾愛紫色的設計師 與一般選手不同的是 Ashley專門做大尺碼設計 她也毫不忌諱的說 自己確實就是個大尺碼女孩 來參加比賽的理由相當的正向積極 她想讓全世界的胖女孩有美麗的衣服 穿是個相當感染的參賽動機 但Ashley卻有個非常不好的在校時光 因為其身材的關係 Ashley飽受霸凌 而在賽中也能感覺的出來 她的心靈狀態真的比其他選手脆弱許多 幾乎每一集都在哭 不過Ashley卻是本季最強大的選手之一 是前期最常拿冠軍的選手 Ashley在前期做出了很多亮眼的作品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她第八集 用拍立德做出來的裙子 非常獨特而且有立體感 而且她第二集做出來的設計 讓我特別的有親切感 當時我去快篩的時候 護理師就是站在這種箱子裡面幫我捅鼻子的 Ashley也因為前期的不錯表現 加上選手間的和睦相處 讓她倍感歸屬笑容常開 與在學期間的孤獨形相不同 Ashley在這裡真的交到了朋友 然而所有的美好泡沫都在第六集中徹底破滅 這場比賽是本季的最後一場團賽 是一場一組六人的紅藍挑戰賽 而且分組的結果非常剛好 一組全部都是男的 一組則全都是女的 確定這裡不是地獄廚房嗎? 可能因為是交叉選人的關係 好朋友基本上跟直銷一樣一個拉一個 Ashley原本以為自己會很早就被選到 因為她在前面一場團賽的時候 跟一名名為Kandice的酷黑設計師同隊 那場比賽兩人都拿了冠軍 是少數的雙料冠軍場次 而Kandice是第一個上台抽籤的 Ashley原本以為以兩人的好交情 自己會是Kandice的最佳選擇 但沒想到的是Kandice不僅沒有選她 Ashley還是全場最後一個被挑到的選手 這對普通人來說都有點不好受了 更何況是從小就被霸凌的Ashley 海媽也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Ashley會最後一個被選上 在這之前她可是已經拿了兩次冠軍了 而這樣的負面情緒大幅影響Ashley的發揮 她在這場比賽超級低氣壓 不僅討論的時候不發異語 就連製作過程也沒有任何表態 這裡真的不是誇事 本集扣除Ashley的專訪 她說的話應該不超過10句 而這場比賽女生隊做的東西真的是肉眼可見的慘烈 在被Tim一番批評後 決定閉關重新思考戰略 但Ashley依然拒絕加入討論 紅隊開完會以後依然一片散沙 有趣的是在Tim來以前大家都很喜歡這個系列 Tim走了以後大家突然厭惡了起來 所以這牆頭草吹的還真有效率 反觀藍隊邏輯清晰創意驚人 要把紅隊摁在地上揍也只是時間問題 此時關鍵轉折來了 對上一名爆炸頭隊友名為Rory 她不知道哪來的小道消息 跑來跟Ashley說 剛剛聽到對上其他人在討論 如果比賽輸了 將會把所有矛頭指向Ashley 會把你推出去頂罪自己要小心一點 原來隊友表面上說很喜歡你的設計 目的是為了在最後關頭捅你一刀 此等消息也成了壓垮Ashley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這場比賽 紅隊也毫無懸念的遭到藍隊單方面的碾壓 但撇開這些內討 紅隊的這系列是真的很難看 在最後階段海媽發現Ashley一言不發 結果Ashley還在care自己是最後被選到的那個 導致她信心大解 最後要推派戰犯的時候 對上有三個人都認為Ashley要負最大的責任 媽咧你們真的是婊子大聯盟欸 合著衣服不好好做 整天只想著推誰出來當替死鬼 也因為紅隊在台上的排擠現象 真的有點太明顯了 有不少選手都跳出來幫Ashley說話 Ashley也崩潰了說這次比賽根本就是看人緣的 而這件事情自然也在本季的爆料大會中 被拿出來大肆的討論 結果按鍵有了驚天大反轉 整件事情最大的起火點就是Lory告訴Ashley 隊伍的其他人要把他推出去送死 但奇怪的是攝影機並沒有捕捉到其他成員在討論這件事情的畫面 這就有趣了 那Lory怎麼會知道這個計畫 於是Tim就開始追問了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聽到這件事情的 結果大傻眼Lory說他沒有聽見或看到成員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只是感覺一個feel一個feeling 覺得大家應該會這樣做 他只是猜測大家這樣孤立Ashley 因此最後會高機率的把他賣掉 哇你講個英國研究我好歹能信你個三分 結果你說只是你的feel到底要人家怎麼信你啊 而Lory在發言的時候 不少當時的選手急著搶答選我選我 他們說當時會推Ashley出去的主因 並不是因為孤立她還是排擠她 單純的只是因為Ashley比賽的時候都沒有加入討論 這對於一場團隊賽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當大家在苦思發想的時候 Ashley則一個人在外面縫布料 之後的情況就變得很複雜 但很像垃圾時間 所以我就簡單說 因為在外人的眼裡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在圍毆Ashley 但紅隊的人員則是認為Ashley打從一開始就不加入討論 大家也都沒有欺負她 所以最後推派Ashley也沒問題 於是一群人站在Ashley這邊幫她講話 另一群人則是拼命解釋自己沒有欺負Ashley 大概就變成這種肥皂劇情節 好那接下來要來說說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整件事情Ashley的問題比較大 我真的沒有要支持霸凌的意思 我單純就事論事 所以這裡也不會去探討什麼Ashley最後一個被選到 讓她想起什麼高中的負面回憶 這不在我們的考量範圍內 難道我小時候窮老闆就有義務幫我加薪嗎? 這是一樣的道理 首先我看完這集以後撇出後製的刻意剪輯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很明顯的排擠跟孤立現象 而且如果有這種畫面你是後製你不會用嗎? 反而是Ashley從最後一個順位被選到開始 她就一直在強調這件事情 Ashley也變得一蹶不振 然後口口聲聲地說 因為自己最後一個被選到所以信心受損 不敢提出意見 但我認為這根本不是可以拿來當擋箭牌的藉口 就算是最後被選到還是可以提意見 還是可以為團隊做出貢獻 如果你努力過了但一直被打強 那我覺得委屈我還能接受 但你是什麼都不講欸 這要讓隊友怎麼接受? 而且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你跑去縫衣服 這麼不合群的事情 隊友會有負面觀感也是很正常的吧 也就從這期比賽之後 Ashley變得非常的孤僻 也不願意跟其他選手來往 而後續的比賽 Ashley其實也沒有特別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設計 表現也是時好時壞 但總歸還是跌跌撞撞的打進了決賽 Ashley的決賽系列算是非常特別 因為他想推廣大尺碼品牌 因此製作組特別幫他找了一群大尺碼模特兒來幫他走秀 但我個人覺得普通可能是我比較沒有這麼喜歡這種甜美風格的衣服 賽後Ashley的發展非常之好 獲得冠軍後幫JCPenny推出大尺碼服裝系列 也在聖地牙哥開設逢任課程 後來創立自由品牌主要是賣一些服飾配件 有一個YouTube頻道但內容跟服裝設計比較沒關係 主要是在講一些人生經驗談 但從IG上可以看到Ashley現在過得非常有自信並享受她的人生 個人看的也是蠻欣慰的 好的那簡單補充三位選手第一位亞軍Kelly進步神速的一匹大黑馬 比賽後期狂砍三連霸風格很獨特 個人蠻喜歡他的設計是個狠角色 賽後創立品牌主要以非傳統材料創造出獨特的紡織品 包含亮片腰包以及毛茸茸的耳環 IG上也都是分享設計作品風格很爆炸Kelly本人也變得非常街頭非常酷 第二位Candice本季季君這位很神奇 她在這季的專訪畫面多得不得了 但說實話沒什麼印象點我不太懂為什麼要一直放她的專訪畫面 我對她最大的印象就是她有兩個小孩都是金髮但她本人卻是黑頭髮 還有門牙中間有個縫不過門牙縫似乎在時尚圈很流行 但我個人覺得沒有很好看 賽後Candice搬到洛杉磯並推出同名品牌跟賽中的風格差不多主打暗黑哥德風 曾為Lady Gaga的MV中設計經典的兩件是鍍格皮革比基尼哇靠有夠難念 不只設計衣服Candice也很常親自下場當model 第三位鬍子小哥Edmond參加了14次海選才選上的苦命型選手 在準決賽被淘汰但是被聽用拯救拯救了起來 賽後Edmond創立同名品牌並在亞特蘭大開設一家商店 後來有回到節目中參加第六季的全明星賽 好的那簡單來說說第14季好了這季整體來說有點普 一方面是我覺得這季的比賽主題不好玩再加上選手的實力不算特別頂尖 因此亮眼的作品偏少不能說沒有但跟上一季比起來落差還是蠻大的 刷碼的部分也沒有很多就是什麼都中規中矩 真要我說這季的特色的話就是業配超爆幹多 有時候甚至多到會斷節奏這個就有點傷 總之14季大家就挑看選看吧有空再看就行了 我個人也是不打算做下集好的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掰掰